Let's go! 哈囉隊友,我是阿卡 歡迎來到我們的全新系列T0年度回顧 那麼今年度呢,我們必須帶大家回顧的是2014年 在2014年我們一路從4.5版本歷經到了7.5版本 這次期間究竟有出過哪一張新的卡片 以及有哪些T0的隊伍呢? 就讓我們今天帶大家一起來回顧吧,GO! 上一次我們說到狂魔的出現改寫了倍率的歷史 不過在這一次呢,來到4.5版本 首魔決定往不一樣的方向發展 沒錯,就是魔隊 那在當時候第二個潛能解放的系列出現了 命運女神 其中兩張卡片特別引人關注 分別為Eden以及木妹 Eden作為單邊隊長 主要主打的是無腦肢體回血 這時候就有玩家研發出Eden大勝隊 肢體無腦回血再搭配上單邊高減傷 簡直就是當初的一線隊伍 再更甚至隊員再帶上木妹 更可以直接無腦吸乾敵人的血量 要記住在當時候的那個時代 是沒有什麼無視減傷 也沒有什麼敵方無視控制的這種技能 這都是到後面 官方想要克制類似的隊伍才出的盾牌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單著靠這個無腦回血 無腦減傷 無腦吸血 就可以直接的磨過大部分的關卡了 當時候還盛傳了一句話 只要你給我時間沒有磨不過的關卡 所以現在玩家聽起來一定很訝異 哇居然就這麼純粹的魔隊 也能成為當時的T0隊伍 沒錯 他正是你一個穩定通關的好選擇之一 那麼緊接著命運女神潛能解放之後 來到4.6版本 北歐神也跟著潛能解放了 不過這次北歐神除了是T0的一線強度隊長之外 他還象徵著兩個跨時代的意義 首先是第一個七星系列 再來他擁有黑金卡貝 這些都足以證明他的尊絕不凡 然而在隊伍技能設計上面 也比以往的更加進步 首先他的隊伍技能更寬鬆了 只要你單邊是北歐 帶上奧丁作為隊員 奧丁就能進行轉屬 也就是因為這項嶄新的設計 讓更多的駐隊方面出現了 比如說當時最盛行的洛達隊 因此油然而生 更甚至還有更進尖的強權北歐隊 好我們現在來為大家介紹洛達隊的部分 洛達隊可以說是暗隊中的經典 更可以說是T0中的T0隊 於是在那個時候你背包裡面只要擁有洛達 哇那簡直就是超油的遊玩家了 不過為什麼好好的雙北歐不玩 要去單邊隊長換成打擊呢? 原因就在於這樣打還真的比較強 打擊作為單邊隊長 他的倍率是全蛇魔中單邊能夠提供的效益最高的 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當時候甚至還有一個稱號叫做打擊之塔 你什麼東西副隊長打上打擊就一定是強的 所以在那個年代呢 這種T0隊長自然跟打擊搭配 就成為T0中的T0強度了 在那個時候暗隊尤其又更強勢了 原因就在於他不會被剋屬 而且遇到光屬他還會有倍率加成的部分 就等於是你已經是強度很高了 那你又不會被剋屬 就等於是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致命缺點 於是在那個時候順利搭上這兩個主流的 暗隊打擊北歐就自然成為了T0的隊伍之一了 不過同樣身為北歐 那單邊搭上另外一個強權也是強勢之一 比如說當時候的火北歐搭上波比 就成為了著名的北歐強權隊 那這隊有什麼特色呢? 這隊的特色來自於12攻系列可以提供給你非常誇張的回復力加成 也就讓你在攻擊之餘你還能夠有回血的機制 所以也讓北歐強權隊風行一死 不過我繼北歐風光之後 緊接著龍隊要崛起了 沒錯!五瘋王世界的可食者 地獄級獨龍登場 獨龍的登場直接為龍隊寫下歷史 獨龍單邊雖然說直接捨棄掉回復力 但換來的是超高的血量 還記得在那個時候 單邊獨龍副隊長搭上水龍石 隊員隨便三一三一都直接突破四萬的血量 你現在可能覺得四萬好像沒有多少 但事實上在當時候 極僅只同期T0的北歐隊也只有1萬到2萬的血量 所以你們就可以理解到四萬是有多誇張的一個血線了 更甚至這一隊雖然直接捨棄掉回復力 但單邊搭配上水龍石 卻是可以直接靠攻擊來吸血 於是造就兒跟其他隊都完全不一樣的玩法 龍隊再次的血下歷史 而繼龍隊有所加強之後 另外一個種族獸隊也要捲土重來了 來到神魔5.0版本 中國獸宣布潛能解放 黑狗的倍率又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來到雙隊長9倍的一個程度 那時候9倍在同期來講 就是狂魔的倍率了 所以這一種這麼高的倍率 居然平民神卡也有機會可以體驗得到 可以說是平民玩家界中的T0隊伍了 不過這些改版都僅僅只是風暴來臨前的寧靜而已 緊接著下一個改版才是真正的T0隊伍 神魔6.0版本宣布展開首次大型合作 沒錯正式與迪士尼展開合作 這時候推出了兩個T0中的T0隊伍 分別為霉飛色隊伍以及魔鏡皇后隊 那霉飛色隊伍主要主打紮色主法 而且罕見的限制三種屬性 分別火、木、暗 不過這麼嚴格的限制下 卻帶來超高的平坎輸出 在當期你甚至帶上火屋以及木屋 直接讓傷害到達巔峰 可以說是當時候的頂傷隊伍之一 不過第二個魔鏡皇后才是真正油王的選擇 他的油來自於難抽加上當時候並沒有保底機制 所以要抽到這一隊本身就不容易了 更甚至你抽到他你還要擁有非常油的手轉 因為他的隊長技能寫的是 你必須轉租時間剩下越多他的倍率才會越高 也就意味著你必須要有超快的手術才能到達這隊的最大倍率 不過他的倍率可以說是當期碾壓一切的存在 最高單邊有4倍的最狂倍率 不過4倍你覺得好像看得到吃不到 事實上是錯的 因為他的主動技能是當時唯一一個 可以不用消耗回合能夠進行排珠的主動技能 也就意味著你可以讓他的主動技能排完珠之後 那你在那個當下你甚至可以不用花任何的轉珠時間 就可以直接有一個固定漂亮的版面了 也就間接的觸發到他最大的倍率 所以事實上魔鏡皇后的出現 除了改寫當時最大倍率之外 也讓大家見識到各路神手斬的玩家 然而就在與迪士尼合作的期間 居然希拉隊也默默的加強了 他的專武宙斯出現了 不過宙斯的出現頂多也是讓希拉的天降更穩定而已 整體而言希拉的隊長技能還是沒有什麼更動 於是希拉雖然說勉強可以到T0的程度 但事實上還是主要還蠻拚運氣的一個隊伍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把時間快轉到神魔7.0 應該擺在這個時候希幽神潛能解放了 打擊順勢就成為了最新最超的公車之一了 打擊之塔可以說是更加的強大了 在同期呢還有推出黑帝師這張平民的好用單邊卡片 於是這件時候平民也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黑達隊就這樣子誕生了 不過在之後呢露西法推出了 全新地獄集天使牆的遺願燈場 露西法正式的登陸神魔之塔的世界中啦 那露西法主要為光隊注入了非常強大的隊伍 他與露西的共鳴可以說是當期光隊最優的一個組隊方法 那也順勢的帶起了光北歐讓光隊強勢了一回 不過其實露西法出現真正幫到的反而是魔鏡皇后 沒錯迪士尼的魔鏡皇后雙邊也有最高的倍率 不過更恐怖的是他沒有牛棚的限制 於是露西法雖然看似加強了光隊 但事實上真正加強到的卻是魔鏡皇后 也讓遊王的隊伍選項多了一個T0選擇 輾轉來到蛇魔7.2版本的尾聲啦 這時候居然悄悄的推出一張平民T0卡片 艾德 艾德的出現改寫了大家對於隊長技能最高Berry的認知 以及隊員的攻擊上限 首先他的隊長技能只要你消到雙數的COMBO 就可以來到單邊最高5倍的倍率 沒錯正是超過魔鏡皇后的單邊倍率 但是這個倍率呢其實是蠻賭的啦 如果你沒有消到雙數的話就是0倍率了 所以等於是一個超級賭博的隊長 除此之外他的主動技能也帶有最高的界王拳倍率 15倍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佛心的一張平民卡片 最後終於迎來2014年的最後一波改版 7.5改版狂魔正式潛能解放 當初那個最狂的種族又回來啦 這一次雖然帶來更高的倍率 但同時也帶來更高的風險 首先狂魔他的單邊倍率激升到了3.5倍 不過大家看起來好像這個倍率也沒有比魔鏡皇后高嘛 事實上他更狂的在於他內建的隊伍技能 還能夠提升額外3倍 只要你消除3種的指定珠子 就可以再把倍率再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不過這樣做其實是有風險的 一旦你提升到最狂的倍率之後 在下一個回合又會跌回單邊一倍的倍率 這個機制讓當初大家覺得說 欸狂魔雖然是可以更狂的沒錯 這也就是造就為什麼狂魔後來逐漸沒落的原因 就在於他的不穩定性實在是太大了 不過在年末呢主要也讓大家看到了倍率也是 逐漸的在崩壞了 好的那麼影片來到了最後 幫大家統整一下在今年度發生的T0卡片 其中讓我比較意外的是達吉 達吉在今年度也獲得了加強 但是加上之前他本身就是公車 所以達吉算是單邊隊長T0中的T0 再來T0中的T0的雙邊隊長就是魔鏡皇后啦 除了一開始推出就是最高倍率之外 在後面更是可以跟露西法做一波更進階的搭配 所以魔鏡皇后是今年的T0隊伍應該當之無愧 再來平民的好用隊員T0就要頒給艾德啦 最狂的界王倍率要打頂傷非他莫屬 於是在今年也推出非常多T0的卡片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張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做分享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2014年的T0隊伍 有什麼我們在影片中還沒有提到 你也覺得很值得回顧的T0卡片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跟我們做分享 那也別忘了在離開之前留下一個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這種全字幕的金字影片給大家 那麼我們就下一年的T0卡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大家掰掰 掰掰